你收看的頻道是 牛奶大師師師師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師OK先幫我玩遊戲是生物幻想 那我們現在呢要繼續 千萬步驟3的底部去救一起立了 這邊還要走 衣服就在石林後面 摩托眼好像距離我們越來越近了 大家小心 還要拿寶箱還要還要躲他 然後呢 他要打石林不是吧 這邊走 不能走這邊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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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石林是不是 然後呢 他動他動 是要跟他打嗎還是 應該不用吧 欸欸欸 有沒有可以 好法無傷的 應該是躲完之後再去打石林吧 這樣比較順 這什麼 旋規靈藥 然後再打石林吧 喔石林是會影響你的行動啦 好 我怎麼能變這樣了 是沒有什麼 原理一型系列 喔 標除小技 我相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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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子 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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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緊 死贏的血還蠻厚的 雕重醒 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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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立擋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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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一隻 好我們這邊快轉好了 好 我們來找一起地 啊 衣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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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退後 來不及了 摄日王 助我施展隱夢術 讓他沉睡 我知道了 有 啊 喔 哦 吐 那 啊 İzlediğiniz için teşekkür ederim. 噢,一開始來個下馬威 哇,靠 變身了 欸,還可以打 痛 不過還有攻擊速度沒有到很快 眼睛好噁心喔 OK 欸 欸 噢,靠 要幫我那個消除喔 您阿嬤 還有這樣的喔 那他只要一發動,不是都沒辦法召喚他們嗎 召喚神靈的 太賤了 這招真的很賤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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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对 變成了嗎 喔,有小兵了 現在要打小兵嗎 對 對 不要記不 biased 嗨 爹 揣 八 吃 他聚氣喔 我怎麼 進口清楚 敵物 喔ok 這是要打小兵嗎 好 必須阻止 四位盒 好好還有 還有時間 好 呃 打不過啊 糟糕 欸? 為什麼剩一回合? 哇? 蛤? 這個接不住 直接爆 好好,快轉 好,來 我們又觸發這個 吐蕃這個要發大草 然後一樣先把小兵幹掉 那 然後因為招式一直沒有升級 所以難怪打起來弱弱了 呵呵 好,這次應該可以打贏了吧 先打這次好了 先打這次好了 哇塞 這個 好,所以只要打 打死這次應該就可以了 好,可以跑了 好 好 好 哦 好險好險 哦 哦 凍凍凍 我會守護到最後 必須同志 哦 咬寬中博出來 血一定是回復全滿的狀態 欸 感覺越打越痛欸 我來不及欸 啊 傷害訪彈不知道 不知道訪彈多少 看不到 全部閃掉 啊 幹 幹 好論期滿的 欸 他不發大招了喔 血都快沒了 發了是不是 還是 看不到他 欸那是小兵呢 OK可以了可以了 我們再打一下好了 多打打幾次 攻擊不效 哦這時候不能攻擊哦 快跑快跑快跑 嗯每次都慢半排 我會守護到最後 我會守護到最後 請多指教 哼 哦還來 黃八蛋 黃八蛋 讓我為諸位 安定心神 你進去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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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來 嗯 上他反彈 不知道反彈 好像是反彈400%吧 欸為什麼可以一次攻擊兩次 不公平啊 啊就給你玩就好啦 喔開始了 好最後一集 請多指教 啊 終於 成功了 睡著了嗎 好 帝君 暫時可以安心了 你們莫非是受香兒所邀而來 諸位能力出眾 甚至能收服昔日凶神 真是令人驚喜 一切小娃兒 你胡說什麼 老子這是無聊才跟著雲青 哈哈哈哈哈哈 只要不再騷擾九州百姓 都好 都好 兩位手上的指環 莫非是 哈哈哈哈 帝君猜得不錯 天佑桃堂 他們二位正是南北斗星輪的持有者 神一雲青和風明君後人非星 如此甚好 兩位義士前來此地 必是天意 有了南北斗星輪的旨意 必能找到魚所欲尋得之物 那是 沒想到星輪竟能開啟連接混沌之道 難道星戰所指的神物就在其中 既如此 我們快趁吐蕃蘇醒之前進入 帝君 射之王 先由我和雲兄前往查看吧 師兄 有一個小哥哥被綁在裡面 那名少年死了嗎 是誰如此殘忍 雲兄 我突然好難受 雲兄 我要放他下來 你可以幫我嗎 死人處於混沌中心 為防萬一 還是先請示義父 原以為此次尋得的 會是女娲上神 所遺留之戀石魂火 沒想到竟是一名 成為生的少女 帝君 莫非是擔心釋放死少年之後 會造成不可預期之失 不錯 這少年神靈之身 卻被封印此地 必有其重要 обяз 不可不慎 只是 他恐怕也是我們所尋找的 九州關鍵 敌军 事到如今 若要一举解决九州之难 恐怕只能兵行险棋 放手一搏了 阿兰 你们就上前一试吧 他苏醒了 喂 你做什么 小飞心 姐姐 是姐姐的 神力 姐姐 你来救我了吗 不 你们是谁 我 你有谁 谁 走 这里 是高石山 难怪我觉得眼熟 我们怎么又回到此地了 静兴殿的水晶阵法被人破坏 我们能以水为煤 从此地回到人界 以示万幸 真没想到 你们昌河宫内有内贼 帝君 帝君 此番回去 我必彻查此事 眼下 为帝君安危 不如先行前往最为临近的东极王城 再请猪儿秘密护驾回都 许久未见猪儿 去走走也好 喂 神医 这里可是你的地盘 虽然雷东极国已是最近 但怎么说也有一段距离 是不是可以再将那只龟给我们做做 玄龟既已出海 便不在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日他既来冬极 我弟会好好报答 云先生 带我回宫 必备好清茶 请静待使者迎接 看来他没认出我们 也对 在真实小镇也就那么一面之缘 记不得也是应该的 我们想先前往摄日王府 我的孩子 云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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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不起来 老大就咬一口吃了你了 涛铁 你不是说云兄毒发 无忧我血中碧水凌兰能解 但云兄并无行转迹象 难道是方法不对 怎么可能不对 臭小子 一定是你吃了他的碧水凌兰 药轻变差了 都怪我 你要是不赶快把他弄醒 老子就吃了你 小飞香 那个小哥哥全身变得冷憋憋呢 怎么办呢 星轮 对了 不如试试 小哥哥身体好像比较温暖了 可是还是没醒来 他的状况也不甚厚 城里可有医官 这两位贵客情况特殊 怕是一般医官也难以 那也得先找来试试再说 近日冲华贤士 有位医术极高的友人 来东西拜访 在汪城街上 引起不小轰动 也许那人 有办法为他们诊治 西语 我去请求崇华贤士引进此人 你留下照顾他们好吗 嗯 王城广阔 不如我们分逃寻找 无论谁找着了 立刻将人带回便是 好 那我们 先 先整个档吧 然后这集应该是分两集啦 所以大家看到这是 不然剧情有点长 先搜刮一番 不然对我 诶可以哟 云先生 云先生不要使云先生 小哥 啊小哥 那我们 去乘个档吧 好 成档 好 那我们这集到这边结束啦 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来到频道 左下方的图片 按一下订阅 右下角的订阅 红色按钮 把它按下去 铃铛记得打开 这样我更新影片之后 您的最终到第一首消息咯 谢谢大家 这集过收看 谢谢 拜拜